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喉咙痛声沙沙 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去坊间购买喉糖润一下喉咙 喉咙痛的感觉好像有点舒缓了 到底喉糖里面有没有弱性呢 吃得多又有没有益呢 今集请来香港大学医学院 《药理及药剂部》讲师陈泳林药剂师来和我们讲解 Phoebe 你好 凯玲 你好 Phoebe 其实我们唱K唱得多的时候 又会觉得喉咙痛 有时病的时候又会喉咙痛 其实两者是不是都有分别的呢 其实是的 有些人 例如唱K或者讲书的朋友 他们用声带用得多 他们会觉得累的 所以声带累的时候都会有少少痛的感觉 因为发声都是用声带摩擦而发生的 所以都会有痛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病所以导致喉咙痛 其实它是因为细菌感染 攻击尤其是我们最累的地方 例如声带 甚至它周围的地方 所以都会有痛的感觉 但是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不是都可以说 买些潤喉糖去潤一下我们的喉咙呢 其实一般如果真的用声用得太累的话 其实就算吃粒糖 或者都可以滋润到喉咙 或者现在坊间喜欢喝蜜糖水 或者是就这样喝水 最重要是让声带休息 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细菌感染 而导致喉咙痛的话 其实喉糖都很视乎它里面的成分 才会决定它究竟是否舒缓到的 在坊间购买到的潤喉糖 有说有中药成分或者西药成分 我们集中探讨一下 是否有西药成分的潤喉糖 它当中是含有一些什么的药效 令到我们的喉咙痛感觉好像舒缓了 现在坊间的喉糖 它们都声称自己有杀菌的功效 或者消炎的功效 其实这些都是不准确的 跟我们一般说的消炎止痛药 或者是抗生素 完全是两回事 它们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弱的消炎药 另外也会有些喉糖声称自己 有维他命C 或者加了柠檬味、橙味 这些味道令到用家的感觉上 好像含有维他命C 其实维他命C 也都不是准确的 而且维他命C 究竟是否可以帮助到喉咙痛呢 其实也未能理清到的 另外现在镜头拍着橙色这一盒 H字头这一种西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较弱的消炎药 另外现在镜头拍着B字头这一种药 它是一种局部麻醉的药物 如果使用的话 在喉咙痛的患者 它们可能暂时可以止住痛 但是药性过了之后 它依然会痛 因为它只是局部麻醉的药物 始终这些糖 都是含有一个西药成分在里面 吃得多的时候 会不会都有影响呢 刚才也提过 因为无论不同的喉糖 它们含有那种药物 都是偏向比较弱一点 所以一般的副作用也不多 但是刚才可能刚刚镜头拍着橙色那一盒 我不是提过有一种局部麻醉的药物 如果服用得长 或者留在口腔中太久 在舌头上含得太久 都可以导致舌头有麻痹 或者口腔的肌肉有少少麻痹的感觉 都不顶 这一方面就要注意了 另外我们看一下镜头拍着一种 就是蓝色瓶的润喉产品 它是在公立医院开给病人用的 我试试过一粒 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又没有一些清凉的感觉 那它怎样可以舒缓到喉咙痛呢 这一种我们坊间叫俗称天然酵母 它声称是可以分解到细菌的细胞壁的物质 从而好似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但是其实它的药效真的比较低 而且它是否真的可以真的杀菌呢 其实功用也是不可以证实的 另外这一种药有些朋友可能会用水吞服 也有些医生会教人家含在喉咙里 其实可能含在喉咙里 经过喉咙可能都会拿到少少的功效 但如果直接用水吞下去的话 功用其实都很美味的 这一种都是可食可不食的 是的 有些少少安慰剂的感觉 因为喉咙痛是一种自然会过去的一个病征 所以也不是说吃某些药会加速它更加快 只不过是在它痛的时候舒缓了它 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现在很流行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 都会买一些润喉产品 有些就声称是含有一些中药的成份在里面 这些是不是又是有效的呢 近年越来越多朋友 喜欢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买润喉产品 现在镜头拍着 左边就是可能很艺术能长的一种喉糖 右边是一种喉散 其实它里面含有中药成份 之前都有争拗过 究竟它是不是应该注册成为一种中药 但是它的成份也未浓到 真的要注册成为一种中药 所以现在它就不是一种中药 在香港的法例来说 但是大家要留意 这种药物的草药成份 它里面含有甘草成份 所以如果服用过多的话 都可以导致中毒的情况 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又服用喉散 又服用喉糖 有一天就可以吃很多粒都不受 都可以导致这个甘草中毒都不受 那这些所谓在外国买回来的产品 是不是比香港的产品有效呢 刚才也有说过 因为其实喉咙痛 都是一种会过去的一种病征 如果我们身体免疫力下降 那细菌就会特别容易侵袭 我们比较累的地方 用得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声音 大家好像是首当其冲 那样 但是服用 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好 其实它都会令到 那一刻是舒服一些些的 但是可能香港人始终都是有中西文化交合 所以对西药 其实有些朋友会有些抗拒 又有些朋友可能是吃西药都好像不行 就想试一下中药都不受 所以这些朋友就会有一种感觉 是可能中药的成份的后糖 会特别帮到他们 那刚才镜头拍着那只其中一种 坊间还有很多含中药的成份后糖 我都知道有很多朋友喜欢用那一款 但其实是不是真的特别有效一些 其实都不是的 那我们又看看其他的润喉产品 那镜头拍着这一款的润喉产品 它就有一些砂糖在面上 好像一粒橡皮糖那样的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舒缓到我们的喉咙痛呢 其实不说大家不知道 其实本身糖溶化了之后 经过喉咙发炎的地方 都会有舒缓的感觉 而这种喉糖它含有薄荷的成份 薄荷也都会有凉浸浸的感觉 那等发炎的地方都好像有一种舒畅了的感觉 另外大家都要留意 每一种食物标签里面 它都会有含有主要成份 排得越前的含的份量就越多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 它那些虫脂醇 例如薄荷、安叶油 这些排到比较厚一点 所以它含有的成份也都越少 排到最后的成份 才是它可能声称可以做到消炎的效果 反而排得越前的 可能都是余胶粉或者色素 那些反而占的比较多 按你所说 是否其实喉糖是可以吃 又或者可以不吃都可以呢 其实是的 那有些朋友 他觉得可能自己快要做一个%的 或者快要有一些场合 他是希望可以舒缓到的 那他们可以寻求产品的协助 但是如果不是有些特别原因 需要尽快好喉咙痛的话 那其实喉糖可以帮助你的作用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大 那如果是这些喉糖 吃得多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都是无益的呢 其实呢 因为它最主要的成份 都是糖 那所以呢 其实任何糖类 都是对糖尿病的病人 都会有所影响 那尤其是如果糖尿病 控制得不好的病人 他们本身已经是 偏较容易受到感染的了 另外如果他还继续服食喉糖的话 会更加令到糖尿 控制得不理想 所以这些朋友 其实我一般都不建议 他吃那么多喉糖的 那你所说 其实喉咙痛这个感觉 其实是会过去的 但是喉咙痛的时候 又需要不需要吃药的呢 其实呢 如果有一种痛 真的令到你很辛苦的 那其实我自己 可能会宁愿选择吃止痛药 多于服用喉糖的 那是因为呢 如果疼痛那种感觉 其实都很辛苦 那所以如果我自己 可能会服用一些 比较安全一些的破耳息痛 那这样 那你说破耳息痛 好像不太好 但是其实它都是最主要 是可以止痛的作用 而發炎的感觉 是没有办法 真的要等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免疫力提升 才可以解决到发炎 即抵抗到细菌 嗯 今集谢谢Phoebe 和我们的讲解 节目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